最嚴重、最嚴重的人在討厭的那個世界 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覺得我是你最對無趣的人 今天 你認為會是誰? 媽媽 對 就是我母親 我今天為止 我只要想到我媽媽 我都會非常的難過 我母親在當時來台灣讀書的時候 抱著非常非常大的期待 期望我能夠 因為我家庭病毒好 我家裡能夠把媽媽很長就往生 我九歲我就沒有父親 我媽媽抱著非常大的期待 讓我到台灣讀書 希望我能夠好好地畢業回去 能夠逛藥門內 沒想到 所以我媽媽在當時那種體驗 也曾經到台灣來看過我一次 在綠洲山中來看過我一次 但綠洲我就不重聽 因為剛才張上帝跟一群外國人講過 這講到我自己都一直開始流淚 我就不太想 但是我媽媽今天已經走了 我媽媽已經走了 但是今天為止 我要講的就是 1983年我那時請到 我要求中華民國政府讓我回去 為什麼我要回馬來西亞去 馬來西亞再怎麼講 我在這塊上新地步回到馬來西亞 也許對我心情上是一種貪貴 可是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 就是不讓我回去 包括馬來西亞的移運局的慣例 都到台灣要把我帶回去 可是中華民國政府說 NO 不可以 他說為什麼不可以 他說因為你治療的事情 事實太多了 你回去會造成中華民國 非常大的負面的影響 說你不可以回去 當年我被抓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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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牽強 我是馬來西亞的國民 我並非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們都沒有理由到死他 照大理來講 思想話應該是送回馬來西亞 送回馬來西亞 後來有很多都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他們怎麼回馬來西亞 這個還是有自趣的 他說因為你事實上 那是中國人的血 因為你的主機是廣東美線 所以我們有權利 以中華民國法力來判定 就怎麼 有沒有很方便 非常方便 可是請問那時候你並沒有身份證 沒有什麼都沒有 我是一個喬生 那你們那邊的大使 都沒有辦法救你回去 我們大使 如果是沒有我們的大使 我大使你曾經來這邊 要接見我 可是我沒見到 可是我調到了棍文 既然說某某副大使 在某某地方見到了某某個人 這次棍文他寫得清清楚楚 可是我並沒有 假的冒用你 不是 公文是我調出來的那個 他找別人去替代 不過他確實是有來 他確實是有來 可是見不到我 而且延續也通知我 說他會來見我 其實沒有讓我跟他見面 我所知道 回到馬西亞我也知道 他說當時 他也提出很多證據 證明那個某某的 任何人所認的 非共產黨 但是 因為我是以死期起訴 為什麼我沒有被判死刑 就是因為這些因素在裡面 我今天想起來 因為我哥哥眼向 很多人的AI 就是國際特色組織器 請求 而且當年也有很多 美國的國會議員 向中華民國駐美國的大使館 施壓 這些都有證據 我都看到這些文件 好感動 好感動